物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自古以来,古来的贤圣告诉我们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我们对我们的父母、祖先要孝顺 也要把这一念的孝顺推广到其他的老人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我们对我们的子女要有慈爱之心 也把这一念慈爱之心推而广之 一切的少年人都是自己的子女 这样的心才能使家家孝顺父母 父母欢心 那我们这些后代侍奉双亲的孝心才能得到安慰 那么父母教育子女的这个念头才能安乐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你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 让父母子女形成了一种水火不兼容的关系 那让子女不孝 父母不辞 这样的一个过失可就太大了 那么父子不和睦的原因 也有很多 要么是由于性格 语言的差异对质 要么是由财产的问题 要么就是由于有继父 继母的问题 问题可能 她就有对子女哪个偏爱一点 哪个讨厌一点这样的私心 或者有正夫人生的儿子 有数夫人 妾生的儿子 哪个薄 哪个厚一点的这种问题所导致的 那这些问题 大部分归结到一个利益问题 木因小利这个小 不仅仅是一点点资猪比较的小 那就是纵使你所有的田产 所有的家宅来比较 较之于父子关系不和睦 都较小 所以我们说 使家庭的三种伦理关系调顺 是我们国学恢复才能做得到的 如果没有如 佛圣人的教化 我们家庭关系很难搞好 很难搞好 是由于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人 做丈夫的不知道怎么做丈夫 做妻子的不知道怎么做妻子 做子女的不知道怎么做子女 刚刚有位居士 跟我谈她的女儿出走的问题 我看她作为母亲的心 已经操碎了 那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 为什么会出走 这里面就涉及到教育问题 如果她稍微有点孝心 她怎么可能就这么随便出走呢 她这种行为导致了她父母多么大的痛苦 她只要想到这一点 也不敢出走啊 但是这一点 她没有想到吗 没有人给她讲过 她就自我忠心了 我活得不开心 我到外面去呀 所以这个教育实在太重要了 很多做子女的怨恨她的父母 我常常看到 其实父母对她操碎了心 然而她都觉得她父母对她不好 又不带我到那里去玩 又对我太严格 又经常怎么怎么 殊不知 当然做父母的也确实可能教育的方法有问题 现在搞得一些子女对父母的那种反弹 其中有一个做女儿的就是跟父母不讲话 这也很麻烦那 你说十天八天不讲话可以 那没一年两年三年在家里不跟你讲话 那你就没辙了 那父母就很痛苦啊 这就是家庭关系搞不好 真的是他人就是地狱呀 双方都在痛苦